高雄岗山转运站终于通车了 住在陆竹阿联偏远地区的民众 以后再也不用大老远的跑到市区来搭车 转运站花费两千多万来建造 估计可以替岗山地区带来更多的观光人潮 设计上当然也是别出心裁 不但以两座弧形代表大小岗山 从远处看就像是战机的机翼在天空翱翔 相当具有地方特色 一起动剪 由高雄市长陈菊正式剪彩后 回回好几年的岗山转运站正式通车 赶在年节前完工 将可疏通高雄过年时拥挤的车潮 未来将有九条公车路线在这里汇集 让民众在搭乘上更加便利 下一个阶段就一定要延伸到岗山火车站 延伸到路主 看看转运站的外观 可是别有用心 一辆座3D的弧形 分别代表大小岗山 并且融合岗山空军基地的特色 从远方看去 像不像战机的机翼在天空翱翔呢 除了酷炫的外形 室内还有这个特殊设计 用喷雾设备来降温 让旅客不流汗 不但省电又环保 花费2057万打造 岗山转运站的成立 打造大高雄 30分钟生活圈 太阳能板然后等等那种造型 都有地方的特色 除了岗山转运站 丰山和小港的转运站也即将完工 市府估计转运站全速完工后 前朝人潮商机无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